发表了解就是说有关 像蓝帝的锁定 用Column跟Row VBA 后面有一个就是定存的范例 其实概念也类似 反正定存就是我的钱 50万 一年之后利率多少 那本利和公式 就是我原来的本金 乘上1就是我的原来的多少钱 再加上我的利率 利率是0.125 那放一年之后 那因为是复利计算 所以这个符号是几次方 一次方 那当然复利就两次方 就放几年的意思 那一样是会有蓝列锁定 因为我的年是在三列 我的利率是在A蓝 所以你会发现 存款金额一定固定 所以这个一定整个锁住 那另外的话 就是A蓝锁起来 三列锁起来 打勾之后的话 向下向右一次就完成 那也就是你一年 放在银行的话 0.125 利息是625块 OK 然后如果放了十年之后 你会发现 也是多很少的钱 现在0.125% 现在好像利息定存 大概顶多就是1% 所以现在是 放十年也是 才多一点点而已 所以其实 没什么利息 而且现在好像也没什么 投资管道 也都不一定赚钱 而且可能赔 所以这个当然 不过我们主要是利用这个方式来做试算 当然除了用公式之外 云端上面还用FV 这个地方还可以用FV函数 FV函数的话 当然你插入在财务里面 特别重要 这个函数FV Future Value 它是在财务那个类里面 里面当然有几个 第一个Rent是你的利率 如果是年利率的话 那你底下这个期数也要是年 如果你是月利 你的那个利率 如果你的期数是月的话 那你上面就要是月利率 OK 你可能要除以12个月 然后再来是PV限值 你现在价值多少 那因为你钱放在银行里面 所以它预设是负值的 所以负值的话 你记得要在前面再加个负 回来才是正的 OK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 这PNT OK 那回来结果 一样 你会发现也是 多625块 然后一样向右向 一样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要向右向下的话 记得锁的位置 你会发现 你原来多少钱 两个都锁 锁A栏 锁三列 其实结果就出来了 所以即便用FV函数 做出来概念都差不多 反正该锁哪一个 那只要你概念清楚的话 向下向右一次就完成 那其他当然 在定存里面有VBA 我想这个部分可以自己再试试看 反正把这个东西转换成VBA 一样会有FORI 4到19 FORJ 可能是2到11 放个确定 然后呢 再把那个公式转换一下 那这个部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给各位当练习题吧 那你回去 可以看一下云端上面 这边也会有公式 有没有 这个地方 如果固定的话 我刚刚讲过 如果固定用Range 有没有 这个公式 如果是固定 那就用Range 如果有一边固定的话 比如说A 有没有 那你这个地方就用A固定 特别是如果单边固定的话 一定用Sales 那哪一 如果是列不固定的话 用I 如果蓝不固定的话 用J 就把它拼凑起来 其实就可以完成我们的公式了 所以这个地方给各位参考 反正以后 类似东西 我建议各位 如果要把这些学会 一定要反复反复练习 你一定会发生错误 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你如果克服那个错误的时候 你代表你学会了 OK 没办法 这东西一定是 因为你将来是活用 而不是固定的东西 你工作里面 大概不一定是长这样子 但是如果是类似的东西 你就可以试着怎么样 把它稍微改一下 里面的相关的参数 如果你改完之后呢 程式也可以正常执行的话 那你会发现 你慢慢越改越有心得 你就会进解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经验值 你的经验值够的话 很快的 底下还有利用函数来改 清除 那后面当然我的延伸性 当然我还有多一个就是年 那这个年什么意思 我如果要动态的什么 把这个年删掉 比如我不要十年 我要五年就好了 那怎么做 第一个当然把旧的删掉 然后再增加五年 那利率也可以 也可以 比如说我不要两% 我要到三% 那你怎么去动态的去增加或减少 那当然你会想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用那个像枢纽分析表 其实枢纽分析表是很好用 可是他很多地方是做不出来的 甚至做出来之后呢 还没办法改 OK 那所以有的时候就真的 你不能说永远都靠枢纽分析表 这一招 就跟有的人查资料用Videocard是一样的 反正什么都 可是很多地方就是没有办法用枢纽分析表完成的时候 那你势必就需要用VBA了 OK 所以这地方的话当然也是补那个不足 那这边的话呢 如何比如说这个动态 这边也动态 那这边我当然也有把那个程式写在这里 年的部分 利率的部分 那主要其实就分成几个 第一个先把资料先清空 然后问一下就是使用者说 请问一下你要产生几年 比如说原来10年 那你打个8 他就会怎么样呢 先帮你把旧的清掉 再输入新的 OK 那其实这个地方 因为你可以试一下 假设说你程式想要了解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 你要试的话 很简单 把程式贴在你的这个 有没有 程序里面 这个有没有 这个模组里面下方 再来我们试一下 这个地方 假设我今天执行一下 计算清楚 这边网友的计算清楚的程序 那这一段程序的话是在这里 因为我们在执行他之前呢 先要把什么 把旧的资料先清掉 但现在是没有没有资料 所以我就把这个先执行 然后他会出现说请问一下你要输了几年 我说五年好了 五年按确定之后后面实际上就是先把1到10年清掉 清掉之后呢再补上五年 OK 有没有剩五年 那你想说这怎么做 基本上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请使用者输入用input box 然后输入几年 对不对 再来清除 因为我不知道说从最右最左边到最右边到底有几年 所以我可以什么用侦测的 这个侦测的方式的话前面好像有讲过 就是说你可以用什么呢 用and 但是我是向右 所以xl 前面是如果向下是xl down 那因为to right 从那抓到是哪一栏 回来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数字 比如说这边从 这第10好了 10不知道哪一栏 那10它就抓到 那因为呢到第10是第11栏 所以它是2到11 就把2到11呢 把它怎样 丢一个空字串 表示清除 清除之后呢 再从第二栏 输出 比如说我输出5对不对 那5丢过来 它就做到5 5之后的话呢 那为什么要加1呢 因为我从第二栏开始 所以加1的话呢 表示2345到6 刚好就是12345 OK 所以这边的话 就把这个值给输出 它就是1到5 那这个是年的部分 利率的部分的话呢 基本上也是 大概相同 不过利率 1码是0.125 所以我们总共1% 刚好8码 OK 那8码的话 特别是要 所以这个算 这个地方我也花了蛮多时 因为会有几个问题 包含就是说我输出到哪一列 从第四列开始 然后呢 每八个就一个区间 所以我输出 假设说我今天 如果我要做出利率 像这样的效果的话 那我们底下这边有程式 等一下你们可以直接 因为时间的关系 直接可以参考 那之后的话 我是建议各位可以想想看 比如说我输出利率 它会问你说利率多少 那我直接输入假设是3%好了 就直接输入3 3的话指的是3% OK 按确定 它一样是做什么 先帮我把旧资料清掉 再帮我每0.125 所以总共是3乘上8 所以有24 所以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这边就从0.125 一直到3%了 因为格式可能没加上去 不过理论上应该这个格式 要再把它加上去 所以当后面 其实可以自己再加那个 加那个什么的 百分比 然后把这个加上去 OK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 假设我今天要这样做 其实跟 刚刚前面也类似了 第一个一样 先把资料先清掉 再来问一下 这个使用者说 你要增加到几% 比如说输入3 那第一个 当然我先讲 把旧的资料先清除掉 所以从上面往下追踪 上面往下追踪的话 是A4 向下追踪 然后一样输出空置串 最关键在这里 输出年 年的话 因为我从第4列 到哪一列呢 X3 对不对 3 因为1码 总共1%总共有18码 所以24 但是特别注意 因为我从第4列开始 所以后面一定要再加3 那后面这边有个减3 主要是因为 我从第4列开始 那我是用I 所以一定要先从那个0.15开始 所以我再把它减掉3 从1乘上 所以输出的话 刚好第一个就是0.1 如果你没有减掉的话 他就会从 呃 乘以4吧 OK 那就答案就是错了 OK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这边云端上 其他后面还有练习 就是清除框线 跟增加框线 不过 这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前面range部分 我已经知道 我的边界在哪里 可是像这一题 我边界不知道 比如说我今天 我不知道说 我最下面应该是 除纯格应该在哪里吗 所以假设我10 比如说到第10 第10年的话 那我势必我已经知道说 我在这边 头左上角一定是 左上角应该不会变了 可是右下角我不知道在哪里 那怎么办 你必须要去追踪 最后才能画出你要的这个 这个范围 所以动态的表格 我想这部分呢 各位先试试看 那个动态的年跟动态的利率 来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动态的那个 框线的范围 待会再看哦